要进一步厘清的还有这场大选 这是在马来西亚大选刚刚结束 而执政党是获胜了 但现在是争议不断 因为包括了在当初计算选票的时候 突然停点 后来票箱就增加了等等 非常多的黑影重重 而现在呢反对党 包括晚间举办了超过五万人的示威大会 抗议执政党国民阵线 是以舞弊的方式保住了执政权 反对派领袖安华更是在大会中 直接指控执政党利用外国劳工 幽灵投票已经引发了全国怒火 反对派也将在各地进行这个抗议活动 超过五万名穿着黑衣的民众 八号晚间聚集在吉隆坡郊区 大喊民主已死 抗议执政党选举舞弊 反对派领袖安华一上台 更是炮火全开 直接指控现任总理纳吉 利用外国劳工投票 安华宣称反对派握有许多证据 证明执政党坐票 包括没有投票权的外劳 竟然搭巴士集体投票 现场抗议民众更拿出 不要停电的标语 指控计票当晚的离奇十分钟停电意外 反对派表示将继续在全国各地示威 而美国白宫在祝贺总理纳吉继续执政的同时 也对有关的坐票指控表达关切 一电视邹恒天林世杰报导